想問純藥那個 你最近台積電都還溜著嗎? 喔!你有台積電喔! 他有10張耶! 你有10張! 就那時候就兩三百 欸!上禮拜是不是好像到900了? 沒有!我就是當退休金 買了就都沒在管了 每次人家 哎呀!又疊了!是不是還很可憐! 哎呀!然後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從來都完全看不懂 因為我皇帝纏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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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憲哥啊! 有! 姚純悠爽爽爆十張台積電 台富自由! 吳申如羨慕被虧你有憲哥 姚純悠這個真的很開心 等一下會不會看起來他唱生父嗎? 我怕有 第五十九屆金鐘戲劇及節目類頒獎典禮 將在10月18、10月19被流登場 Sandy吳申如挺著隨時都有可能生 九個月大的肚子 產前最後一次公開亮相 沒有要彈好手生 但是跟各位宣布沒有要減肥 不可能 重點又不是我長什麼樣子 重點是節目的流程 或者是所有與會嘉賓 還有來頒獎得獎的所有的人 我是會想說就是先國父是不是 對啊! 不要啊! 欸!國父你很痛吧! 沒事不要挨一刀 我很痛 我反而怕 很痛 請教一下現在大概 我現在九個月了 不是!體重機 重了多少? 體重其實我沒有在量體重欸 我就是故意不看 因為我知道你們會問啊 我真的想說 這個有包紅包嗎? 還沒啦!但是 他不是說女兒兩百萬 他不是說女兒兩百萬 那都丟家齁 那他兩百萬 沒有啦!我覺得我們本來都是說說啦 然後他其實 我也不會真的去說 欸!欸!你知道 匯款了沒!之類 沒有啦!我覺得就是一個祝福 心意到就好了 第一次接到金鐘主持的姚純耀 也直言自己考慮兩天就馬上點頭 但還是很緊張 因為現在是先 那個請教尹萱姐 那保姨姐還沒 講錯名字 或是一片空白 萬一冷場的話 要怎麼自己解救自己 是不是有時候主持 如果說你有手卡的話 但 好像都已經先備好了 然後備好之後 會連看手卡都來得及 好像典禮沒有在拿手卡 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主持喔 然後大家就是 問我的時候就正常聊天 然後問他說 每個人都憂心忡忡 那純耀現在已經開始 會給你做音樂了 嗯...有有有 就是開始都看 就是歷屆主持人的影片 有後悔了 你很... 想問純耀那個 你最近台積電都還留著嗎 喔!你有台積電喔 對!你最近台積電 好多耶! 難怪你都不用講話 欸! 你有沒有多認真工作啊 他有十張耶 你有十張 就那時候就兩三百 欸!上禮拜是不是好像到九百了 純骨族啊 所以就還好就都放了 你對純耀打算放到什麼時候啊 沒有!我就是當退休金 買了之後都沒在管 沒在看 所以你除了台積電還要買什麼 就是那種0050啊 長期投資 很十張耶 這樣起來應該就上千萬了 就是大家都會有 就是存款嘛 那存款他就拿去投資啊 就是長期投資都是很好的 就是也不去做一些活動 因為那也很難過 不要在人家雲霄飛車 對啊!那就是當作儲蓄 定期定期 那應該快要財富自由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就是要努力工作 每次人家 哎呀!又跌了! 是不是還要很可憐 哎呀!然後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從來都完全看不懂 你有皇帝禪啊 對啊! 對啊! 你有憲哥啊 你有憲哥啊 有憲哥 哈哈哈哈